离奇一幕 中共地方党报罕见炮轰中央 中国14岁奥运冠军可怜绅士曝光 揭开心浓和惊人内幕 美国超一半人完全接种疫苗 拜登讽中共疫苗外交 金正恩健康问题评传 事实的真相全世界仅15人知道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6日 会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地方党报深圳商报 8月5日深夜发表评论文章 矛头直指中央级媒体经济参考报 用舆论影响股市走向 违背了监督初衷 虽然文章很快被删除 但一家地方官媒挑战央媒报道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中共深圳市委主办的深圳商报 刊发了一篇指向意味明显的文章 该报标题为 警方媒体干扰股市 文中称 近日股市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现象 一些媒体对上市公司板块 指名道姓说三道四 导致相关板块和上市公司股价 急转直下甚至跌停 几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绑架 深圳商报批评到 舆论是市场的未适合瞭望者 但舆论生态首先要健康和进化 舆论讲究客观真实 大量片面化报道集中呈现 随意加热和放大发布者想要的观点失了分寸 界限和度 文中提到受此影响的包括游戏行业 白酒行业 电子烟企业和增高真企业等等 此文溢出 舆情顿时为之大滑 几天前经济参考报在关于网络游戏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现象普遍 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 该报道直接点名腾讯旗下的手游王者荣耀 并指将其称为精神鸦片电子毒品 称任何产业不能以毁掉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 不仅如此 外界发现深圳商报批评文章中所指的电子烟行业和增高真企业 新华社也均在近期刊发过相关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认为 文中所说的一些媒体显然指的是新华社 经济参考报等近期接短某些行业的央媒 尽管这篇文章随后很快被删除 但其尖锐批评依然引发了不少网民的关注 有微博用户表示支持深圳商报 但有人担心这家媒体可能会有麻烦 总部社在北京的亲共媒体多维新闻表示 深圳商报是改革前沿城市的重要党报 经济参考报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主管报刊 两者间的公开指责虽不能说绝无仅有 但人是极为罕见的 旅美军纪学者股票投资管理人郑徐光认为 这篇文章是在为中国股市鸣不平 但发文动机很难判断 中国14岁的女孩全公产 8月5日已破纪录的高分夺下 东京奥运女子跳水10米跳台项目金牌 成为了近日中国网络热议的焦点 她的身世也逐渐被外界所知晓 她坦言家里环境不好 过去7年来几乎都在苦练中度过 训练的动力是为了赚钱给妈妈治病 综合陆媒报道 全红产5日夺金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面对记者提问 跳水能拿满分的秘诀是什么 这名14岁的小女孩挤不出四平八稳的发言 紧尴尬笑着说练的自己慢慢去练呗 全红产随后说 我妈妈生病了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 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 然后就很想赚钱回去给她治病 得赚很多钱然后治好她 小女孩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外界注意到这块金牌的欢乐成分不多 她的贫穷苦练与率真 更赚人热泪 也令中共党国的主旋律相当尴尬 全红产夺金后 她过去说明自己家庭背景的访问也被翻出 全红产出生在广东湛江市一个农村 人均年收入仅人民币1.1万元 她家还是低保护 全红产过去受访时坦言 在家乡的父母务农家中环境拮据 因此早早就意识到 自己需要赚钱给住院的母亲治病 7岁开始苦练跳水 童年与一般人相当不同 最终因咬牙坚持苦练 全红产11岁就进入广东省跳水队 13岁就入选国家队 接连打败众多名将 取得奥运参赛资格 最终更一举夺金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全红产的母亲因车祸断了几根肋骨 但长期得不到康复 从2004年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 似乎并没有为全红产一家提供太大的帮助 报道说 新农河的医疗报销限制太多 医疗体系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过度治疗对普通农村人来说 简直是一场灾难 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六日发文指出 中共官媒在报道全红产的时候 刻意淡化她的苦难 淡化她没有时间读书 淡化她家里的贫困 赞美她水花鸭的漂亮 但是却淡化她为了达到这个水准所吃的苦 文章指出 媒体想把全红产塑造成一个可爱 纯真和萌的赤子 但是却终究无法遮蔽她 她越是天真 说出的话就越是让人感到沉重 让人无法证实 全红产的天真和纯粹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文章最后探到 全红产可以压住命运的水花 她是幸运的 而很多像她一样的人并不能 新冠病毒Delta变异株扩散 美国接种疫苗人数增加 白宫8月6日指出 国内已有一半的人口接种完整疫苗 总统拜登同日通过录影在太平洋岛国论坛至此时强调 美国对外捐赠疫苗没有附带条件 该发言被认为是讽刺中共的疫苗外交 据法新社报道 白宫新冠疫情数据主任夏帕尔6日发布推特表示 在所有年龄层中 目前已有50%美国人完全接种疫苗 继续加油 这意味着超过1亿6500万美国人 已完成接种两剂式莫德纳或辉瑞疫苗 或者是单济式的强生疫苗 据此前报道 早在今年5月底 已有半数成年人完成完整疫苗注射 美国总统乔拜登6日透过录影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至此时表示 美国从本月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 全球疫苗分享机制 捐赠5亿剂辉瑞新冠疫苗 将让太平洋岛国在毫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受益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于1971年 由包括斐济 巴布亚 新几内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8国领袖构成 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论坛上致辞 中共近年来出于对太平洋岛国战略地位的重视 和争夺台湾邦交国的考量 逐渐加大在当地的运作和影响力 迫使美国和其其其盟国警告这些国家 不要深陷中共的债务陷阱 不过北京一直坚称它是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的立场 与太平洋岛国交往 拜登在谈到美国的疫苗捐赠时强调 美国捐赠疫苗不附带任何要求和条件 因为这是为了拯救生命 法国媒体认为 华府试图制衡中共在太平洋岛国中的影响力 拜登的这一发言是讽刺中共的疫苗外交 近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公开露面时 脑后贴着高药气健康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朝鲜问题专家朴元坤教授表示 据说全世界只有15个人能够最快最准确的知道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 分别是金正恩亲信5人 中共最高层5人和美国高层5人 根据朝鲜日报8月6日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健康亮红灯的新闻 今年时常出现 但事实真假只有最亲信的少数人才知道 报道引述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朝鲜问题专家 朴元坤教授的话指出 2019年金正恩病危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 前美国总统川普却非常肯定地表示 知道金正恩的身体状况 但如果他说了 情报收集管道与宪明便会曝光 因此他不能开口 但川普忍得了一时忍不了多时 最后还是发表了类似金正恩平安无事的言论 报道提到 在金正恩父亲金正日执政时期 法国也掌握了大量关于金正日健康的情报 因为金正日心脏出现异常时 韩国会邀请法国医疗人员到朝鲜为他治疗 据悉 该情报先传到了美国 间接再传到韩国 但在金正恩时代 法国失去了获悉相关情报的管道 报道指 作为邻国的韩国 国家情报院会通过对朝鲜监听 以及情报人员提供的资讯 收集金正恩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信息 据一位情报人士表示 虽然不及中美 但准确度不会踏差 如果金正恩当真因为健康爆样倒下 或朝鲜发生内部政变 几天之内就会发现异常动向 至于朝鲜是否会发生政变 朴元坤教授表示 在朝鲜内部几乎不存在 因为经济困难而发生军事政变 或居民起义的可能性 但如果像新冠肺炎之类的疫情 在国内失控 粮食不足 医疗荒 经济难同时发生 可能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 如果出现这种史无前例的紧急状况 便无法排除爆发军事政变 或居民革命的可能性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美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